大家好,我是木尾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人为了拥有完美妻子 把妻子打造成机器人的故事 乔安娜是个喜欢打破常规的节目制作人 但她的情感考验类节目导致一对夫妻分开了 其中的丈夫为了报复 枪杀了她的妻子及其新男友 为了保全电视台的节目 上次决定开除乔安娜 乔安娜受到的打击非常大 于是她和丈夫华特决定 搬到斯坦福小镇开始新的生活 一到镇上 他们就受到了惠灵顿夫人的热情款待 她带着乔安娜跟小镇其他太太见面 那些太太们穿着美丽 言行温婉 举止优雅 仿佛复刻人般完美 乔安娜多少有些疑惑不解 另一边的华特 所到之处看到的 都是夫唱妇随的和谐画面 心里不免有些羡慕 在一次节日活动上 她结交了大作家巴比和建筑师罗杰 正当众人歌舞欢腾的时候 一个正在跳舞的太太 忽然像陀罗般一直转圈停不下来 然后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嘴里在机械重复着同一句话 像个失灵卡壳的机器 惠灵顿夫人的丈夫迈克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自称这种事情 自己在网络公司见多了 把人带到她那 她可以解决 这让乔安娜大为不解 她认为比起信任这个男人 更应该信任医生 可这里的人完全听从迈克的话 包括自己的丈夫 为此他们吵了起来 华特控诉乔安娜的强势 和对家庭的不管不顾 乔安娜也不甘示弱 但争吵过后 二人都各退了一步 乔安娜听从丈夫的意见 尝试穿上粉色的衣服 尝试做个家庭主妇 做个好妈妈 但在巴比和罗杰看来 这样根本不适合她 他们决定去看望 舞会那天出事的太太萨拉 在萨拉家中 他们捡到了一个遥控器 罗杰尝试着按了几下 他们没留意到 身后下楼的萨拉 胸围忽然变大 并且跟被遥控的机器人一样 机械的倒退着上了楼 乔安娜邀请太太们参加书友会 尝试着和他们成为好朋友 自己的家庭有关 完全没有自己的脾气与喜好 这让巴比觉得事有蹊跷 在华特又一次去镇上的男性俱乐部时 巴比带着乔安娜趁机跟了上去 在他们潜入俱乐部的时候 不小心弄出了声响 引起了男人们的注意 索性走过来查看的是罗杰 他们便相安无事地离开了 可自那以后 罗杰便失踪了整整两天 他平时喜欢的东西也被丢进了垃圾桶 乔安娜和巴比内心胶着 却又无可奈何 不料他们却在接下来参选周议员的集会上 见到了断联的罗杰 他看出去分毫未损 但性情大变 周遭的人都在欢腾庆祝 只有乔安娜和巴比觉得荒谬又可怕 这让乔安娜产生了搬离小镇的想法 华特和他争吵了几句后便妥协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乔安娜发现了一个刻着自己名字的遥控器 和上次在萨拉家看到的一模一样 随后他在网上查到 这个镇上的女人们 之前都是独立自主的女强人 可现在居然全都变成了家庭主妇 这背后一定有着可怕的阴谋 他想去找巴比帮忙 却看到了一个仙尘不染的屋子 这和他以前见到的完全不同 巴比和罗杰一样性情大变 一言一行都是好太太的模样 乔安娜觉得毛骨悚然 他想带着孩子离开这个鬼地方 但却被告知孩子已经被接走了 乔安娜只能孤身进入男性俱乐部要人 在那里他看到了可怕的真相 男人们将电脑芯片植入妻子的脑中 然后利用程序将温柔贤淑的性情 和心灵手巧的记忆灌输进去 这样便能拥有一个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完美妻子 乔安娜震惊之余 对华特进行了质问 问他真的需要一个像奴隶一样的妻子吗 华特看上去似乎有些动摇 但在迈克的强势逼迫下 夫妻俩还是站在了那个改造的机器旁 沉入了地下 这是一个跟往常没有什么两样的日子 妻子们在超市里采购 互相温柔问候 连小镇中唯一正常的乔安娜也成为了其中一员 在惠灵顿夫人和迈克共同举办的晚宴中 华特和乔安娜被包以模范夫妇的奖赏 大家翩翩起舞 享受着这美好的夜晚 一曲舞弊 华特夫妇和迈克夫妇交换跳舞 华特却趁惠灵顿夫人拿香槟的时候 偷偷潜入了迈克的地下室 她将里面控制女人们的程序 一一撤销 舞室中的女人逐一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并向自己的丈夫兴师问罪 赋予顽抗的丈夫还妄图 拿出遥控器控制他们 但徒劳无功 迈克对眼前的一切难以置信 乔安娜则得意地道出了真相 原来华特根本没有选择改造她 她这段时间完美主妇的样子 全都是伪装的 为的就是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迈克恼羞成怒 眼看就要抄起家伙攻向华特 乔安娜立刻拿起烛台朝迈克挥去 没想到迈克的头竟然掉了下来 站在一旁的惠灵顿夫人瞬间崩溃大叫 原来改造女人的真正操控者 其实是惠灵顿夫人 她曾是出色的基因学家 但因为工作繁忙 丈夫出轨 她一气之下将丈夫和情人都杀了 失去了丈夫的她追悔莫及 于是她做出了和丈夫一模一样的稀奇人 并意图在这个小镇上 创造出一个个完美的家庭 但现在她什么都没有了 她绝望地抱着迈克的断头亲吻 最终触点身亡 斯坦福小镇依旧存在 但那里变成了太太们主导的天下 男人们正在接受他们应得的惩罚 本片来自喜剧科幻片《复制娇妻》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